《市民主義》 湖南當局10月29號通報稱 長沙市常務副市長陳澤輝 從境外攜帶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籍入境 並長期閱看、私藏 現已被開除黨籍公職 並取消待遇 通報還稱陳澤輝違規收受禮金 涉嫌受惠犯罪 以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安徽淮南也發生同類案件 李中在擔任淮南市副市長、市委常委、秘書長 市政協主席期間 私自攜帶有政治問題書籍入境 並利用植物質變侵吞公款 被追究刑事責任 重慶市岐江區紀委監委此前也通報 岐江區公安局國保支隊政委李斌 私自攜帶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籍入境 並閱讀保存 以構成植物違法 並涉嫌受惠犯罪 決定給予開除黨籍公職 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對此 市政評論員邢天行認為 這是中共殺雞儆猴 震懾其他官員 以前他發出來的那個整風運動呢 其實現在已經進入實質的階段了 那麼這種手段呢 用嚴重的政治問題 這種書籍包括月看、私藏等等這樣的詞語呢 現在拿出來呢 其實不光是對這個黨內的幹部和黨員 同時也是對一般的老百姓來講 釋放了一種非常重要的一個信號 邢天行表示 這個重要的信號就是 只有當局認為政治上不合格的書籍 就可能被定罪 這也會勾起人們對文革的回憶 促使很多人不敢再私藏 尤其是這些當幹部的 本來這些禁書啊 其實長期以來 大家都是看的 尤其是在幹部內部呢 很多人家裡邊 應該說 在我接觸的人當中 多多少少都是有這個禁書 邢天行說 這些禁書的內容涉及了 包括六四、迫害法輪功、香港事件、中共權鬥、 中共官員的海外資產等等 只要他看到了你這個書籍 不是在大陸出版的 他認為跟現在的 他所宣揚的這個政治口徑不一樣的 他都可以把你看作是禁書範圍之內 那你這個書已經買了很多年了 那當然他可以判斷你長期來閱讀 過去幾年也發生了不少同類案件 如貴州省原副省長王小光、重慶市豐都縣國土管理局 原黨組書記、局長李華強等人 都被通報越看有嚴重政治問題的境外書籍 而重慶於北區委、原常委吳德華的案情通報中稱 在原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案發後 吳德華擔心自己被牽連 專門託人從境外帶回兩本反動雜誌 打探孫案的相關信息 旅美學者吳祚來表示 海外禁書對中共可以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揭露的就是它不堪的一面 有些政治性的傳言 無法證實 也無法證偽 這些東西被中共也構成一些傷害 這些東西傳播起來也是很快 中共體制內就出現了一個離心離隔的這樣一股力量 大量的官員坐在主席臺下面 上面的官員他做報告 他就知道 哦 香港的什麼媒體 曝光了領導的醜聞 邢天行認為 打擊禁書 是中共對黨內不聽話的官員 進行清黨整風的藉口 中共它在歷史上就這樣 嚴禁人去獨立思考 也不准你去交流 所以說它現在就等於是在 左的這個路上進一步的向後倒退 然後就是在這個言論自由和其他方面呢 進一步的進行清理和整治 其實就是政治鬥爭了 邢天行說 中共非常懼怕下面的官員不跟他走 所以採取越來越像毛時代的嚴厲管控方式 以法律的名義治罪 邢天行表示 貪腐問題當局一般不會重手追究 唯獨對觸犯政治紀律的官員不手軟